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美国Dennis留学频道 我经常介绍萨拉托加 和Lake George附近的农场 还有庄园 今天我就带你们看一看 为什么我经常介绍这里的农场 因为萨拉托加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可能在美国人心目中 萨拉托加的地位比纽约市还要高 纽约市可能不了解它的人喜欢 不了解它的人都不太喜欢 因为它太大了 太乱 存在了一些交通问题 安全问题 当然它有的区域是挺好的 像华尔街 曼哈顿那边还是可以的 但是美国人我也不太喜欢 主要就是太乱了吧 人太多了 但是萨拉托加却是纽约州人非常向往的一个城市 因为它不大 几十万人口 但是非常精致 你看它的每一个角落都很漂亮 这是它的一个公园 这个公园就是人们周末喜欢来这玩的地方 看这些鸭子到处都是 但是人家清理的非常勤快 没有什么鸭子屎 我的地方鸭子多 但是有很多鸭子屎 很多在这举行婚礼的 刚才我看到有两对在这举行婚礼 这是一个原来它老的casino 小渡场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博物馆了 好 小渡场 那我就带你们转一转萨拉托加吧 在这里你随便在后院如果打一口井的话 它就有碳酸那种温泉水 所以萨拉托加有四个SPAR 那种温泉疗养中心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碳酸什么那种矿物质的含量特别多 加上两个车站 正在中间也的码肾 加上一车站 加上座站 上公共产品 加上座站 加广语 加上看一下 马尔熊 加州站 加上一个鸡之盘 加上处理 加上车站 从这边山上走过去 那边那个红房子那边 就是它非常有名的 州立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网上学校 网上的大学 有大学有研究生 还有博士 他都是上网课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叫苏尼安平 几乎是没有那种直接面授的课 所以现在因为这个病毒的问题 还非常流行这种网课 他的网上教学已经有 大概有五六十年的经验了吧 从开始建校 其实就是针对那些 想在网上上课的学生 有的美国人 他们读研究生不像我们中国人 父母一直供着你读完 基本上都是工作之后 才去读研究生的 所以许多人也选择这种网课 就上面 就在这个公园的旁边 这个红房子就是 所以他也接受一些国际生 所以说如果你不想去读面授的课程的话 你可以申请他的网课学校 网课的硕士啊 博士啊 大学啊 都是可以的 前一段时间不是这个美国限制全网课的学生到美国来嘛 就说明年如果你全部是网课的话 就不让你入境了 那后来因为很多大学现在受病毒的影响都变成网课了 所以哈佛呀 MIT这些名校呢 就把美国政府给告了 他美国就是这个样子 你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 你合理的话 大家就支持你 不合理的话 大家就可能就反对你 但后来的结果呢 就是学校赢了 川普总统撤回了那种行政命令 就说网课的学生依然是可以入境的 就算是他以后限制这个网课学生的话呢 你也可以 除了这个网课之外 你再选一点别的课就行了 你选个很多中国学生 他过来之后语言不好 他往往就是专业课和语言课同时选 你可以在附近的社区大学选一个 这个语言课程的话 那你就变成不是全网课了吗 所以说你就还是达到他入境的这种要求 萨拉托加这边吧 虽然城市小 但他的教育资源并不是 那么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好啊 他有非常顶级的斯立大学 Skidmore Skidmore以本科教育为主 它属于文理学院中 在文理学院中排名大概在30多位 那个学校非常漂亮 而且小班教学质量很好 尤其他的艺术和什么舞蹈啊 音乐啊 包括美术啊 这些学科都非常的好 社会科学 经济学 什么教育学 英语 历史 就是文科吧 理工科比较差一点 这个教学都是顶呱呱的啊 但是费用也不低 不过他申请助学金也是给的挺慷慨的 其实有时候你不要看这个美国学校 他的学费标价很高 标价高的那种呢 基本上你都能够拿到助学金 最后算下来 只要你被录取的话 是比那个州立大学要贵 但是也不是贵的那么离谱 但他教学质量确实是好 那个环境也非常美 除了这两个学校 刚才我说的这个网上大学 还有Skidmore这个顶级的私立大学之外呢 这个附近还有一个社区大学 在Lake George 乔治湖那边 所以说有的成年人 你想去读这个社区大学的话 这边也是有的 而且这边非常安静又安全嘛 它不像一些大城市 人那么杂 你看走在街上的 你想找一个黑皮肤 或者黄皮肤的都少见 基本上都是一色的白种人 我有个朋友 他嫁给了一个 也是嫁给了一个老外 嫁到这边来了 人家说他改变了这边的人种了 就他一个黄种人 其实中国人都不了解美国 所以他们去选择一些什么大城市 大城市其实挺乱的 如果你又不想工作的话 大城市好处不就是它的工作机会比较多吗 但这边是旅游区啊 如果你想做民宿 Airbnb 或者是你想 就是搞一些旅游服务的话 你就到这边来 既能够享受 环境非常好 看我们今天一路走来 哈德逊河呀 乔治湖啊 都非常景色很美的 在旅游区你既可以享受 同时你又可以开展那个Airbnb 民宿又能赚钱 真是一举两得 比你住在那个纽约什么法拉圣啊 唐人街啊 那个地方可是舒服多了 而且这个地方它没有 基本上没有什么华人 你学英语 都是老外 自然你就在这个人群里边 你就容易学英语的 现在我们从公园出来 到了萨拉坡家的这种 它的一个街道上 主要的街道上 现在因为受病毒的影响 它这个街道就比较萧条 人们都不出来转了 到平时的话 这个街上是歌舞升平的 因为它除了是赛马场 有湖 有温泉之外呢 它还是一个艺术城市 原来一到晚上 什么吹拉弹唱的呀 弹吉他的呀 还有广场音乐会呀 就是非常热闹 还有酒吧 露天酒吧 一片繁荣景象 但都是现在因为这个病毒 都关门了 连商店 你看 商店开门都不多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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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可怕 好可怕 沙拉托家有很多精品的服装店 你看那些服装还都挺漂亮的 我经常来这买衣服 打折的时候也不贵 就是几十块钱一件 好的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